唐欣的介绍 10月6号 女儿由亲戚带去 胡州龙之梦动物世界玩 票价190元 因为孩子才7岁 身高也没有到1米2 所以免票 当天她因为加班 没有一起过去 从亲戚那里听说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园内有一个乘坐小火车 喂动物的项目 女儿她们花20块钱 买了一份胡萝卜 打算喂给骆驼吃 投喂的时候 她这边没有什么任何提醒 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可能小孩就是说 当时也没有工作人员提醒 她把那个胡萝卜 掰成两半 然后直接就是 晒在骆驼嘴里 然后骆驼把这个手卷进去了 然后小孩马上就是 下意识地把那个手往外拖 就导致就是这个手 全部剖皮了 然后后来指甲盖也翻出来了 大人没有 就直接让小孩上手了 他本来就是让小孩一起 大人都可以一起投喂的 他没有是特意提醒 就是说你小孩子 不允许投喂这样的 唐先生提供了几张照片 可以看到孩子的右手 无名指上有几处伤口 还流血了 他说 当时园区工作人员 没有把孩子送到医院 只在医务室简单处理了伤口 是他们自己带孩子去医院 并打了狂犬病疫苗 他们是无所谓的态度 他们只是就是说 普通的消消毒 就好让我们就回去了 然后他就是说 你后面你自己检查 有多少费用 你们自己去 就是说到时候 根据发票来报销 我们不满意 到目前为止 他们也没有接到 他们任何工作人员 一个电话说 你小孩现在咬得怎么样了 没有人也没问过 没有关系 我们希望就是说 有一个合理的说法了 我们不需要什么时候赔偿 你既然有这种导致动物咬伤 你后期你可能还会 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小孩投胃 那你必须有工作人员 在里面指导 或者用有一些 那个安全措施 防护措施 在里面给我们提醒 胡州龙之梦动物世界客服部的吴经理表示 唐先生的女儿游玩的是园区的自驾区 里面的动物都是散养的 和游客乘坐的小火车中间由围栏隔开 唐先生提到的安全防护措施 园区一直都有 有一个围栏 然后小火车就停到这边 人呢就是这样抛去抛位 而不是说手伸过去位 小火车每一排的座位 就是一排座位的后面 都贴了一个公告 当时他没听 而且也提醒了 我们的胡萝卜应该是这么长 这么长 他就拜成两半 现场工作人员看到了 不要搬 很容易受伤的 他点了一下头 好 知道了 后来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还是让小朋友去位 咬伤了 但是他不敢找 当班的小火车导游 他就找下一班的 就反馈这个事 因为当班提醒他了 他不听 他也不敢找 吴经理表示 园区内不方便记得进入 他让工作人员去拍了几张照片 可以看到 每一排座位后面都贴着 乘坐小火车游客须知 其中第五条是 在投卫过程中 请以抛卫为主 注意手不安全 听从工作人员指导 他说 工作人员也会告知 游客正确的投卫方式 发现孩子受伤后 也第一时间送去了医务室治疗 至于唐先生说 他们没有关心小朋友 是因为双方没有沟通好 什么叫关心你都不跟我们谈 我们都说了 帮你出医药会 甚至说你几个人当天没完好 我给你免费接员一次 不同意 十字打开口六千块 从开业到现在一直在开 那是基本很少 基本都没有 只要你真正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 吴经理表示 园区在安全管理上面没有问题 小朋友的治疗费用 他们可以承担 但如果唐先生有其他诉求 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 唐先生表示 现在他们并不需要其他赔偿 只希望园区方面做出道歉 吴经理没有答应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再说说骆驼 虽然总给人温顺慢油油的印象 但我在网上搜罗搜骆驼的牙齿 看起来牙口还是挺坚硬的 喂食一定要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